这位大德同修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学习得尊普贤第二这一评 尤其我们这一两节课学习到的 都是与会的菩萨 他们利益众生的得恨 得佛变才 祝普贤恨 善能分别众生语言 开化显示真实之计 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这个都是利益众生的德行 心肠地住度势之道 我们上一次探讨到这里 我们这一次学习 我们重视在 我们学的每一句 我们能不能把它学明白 进一步呢 能不能把这一句落实 修学能不能得利啊 关键在解形要相应 就像地式规 我们也不能小看这一部经典 它提醒我们 不利行 不利行 但学文 只是有学文 有解 那这样会长浮华 成何人 这个在主诗当中 提醒我们 有解无形 增长邪见 增长傲慢 所以这个解跟形相应 非常非常的关键 所以我们重视每一句 我们学完之后 我们关照自己 有没有把它落实 在生活工作 处事待人接物当中 最近我们 杨博医师 还有跟大众 分享了一个主题 是有关 忧郁症的主题 那我们学到这句 心肠地住 度师之道 那我们真的要受辞这一句 尤其啊 大臣佛法 慈悲为本 我们 这颗慈悲心不能提起 受辞不了大臣佛法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句 我们能不能去感受到 亲人现在的苦在哪里 这是离我们最近的众生啊 朋友的苦在哪里 我们能不能设身处地啊 感同身受啊 家里假如有一个亲人 得忧郁症啊 不止他痛苦啊 全家都很辛苦 甚至于啊 不知所措 甚至于父母啊 可能几天 可能几天 头发都白了 都有可能了 那我们能感受到的 那我们能感受到那个苦 我们就不会视而不见了 所以 这个杨医师 也是 透过自己家人 有这个情况 其实 他的孩子很快就转过来了 但是他透过自己孩子 他去体会到 现在有多少家庭 有这个问题 所以他也花很大的时间 从医学的角度 从佛法的角度 收集了大量的资料 来 透过这个 讲题 把他所积累的 经历的 通通供养给大众 所以这个叫转经典 这句经 就是我的生活 工作 主事 带人 接物啊 那我们 也要问问自己啊 最近 是不是更能体会到 别人的苦了 那这一句 我们才 有学 静趣啊 有没有 跟亲戚朋友 一谈话 都很能理解 别人的感受 善能分别 众生 语言 所以这一些经句啊 都是相应的 那我们看到啊 大众所提出来的问题啊 绝大部分都是家庭里面的问题 甚至更大部分的都是家庭教育的问题 我们 都要能体会到 然后看呢 我们看下一句经文里面 就提到了 为诸树类 做不情之有啊 主动去帮助他们的 不是被动的 那当然 我们看这一句经文前面呢 有说到了 于一切万物啊 谁亦以致灾 那这个是提醒我们呢 不要被境界转 在境界当中啊 做得了主 你不能要去帮别人呢 人家不是很能接受呢 火气就上来了 那就被人家转了 那上一次 我们有提到啊 廉池大师的一段法语啊 正好念佛啊 面对顺境逆境 有钱没钱 有指示 没指示 身体健康不健康 都不怪 都是正好 念佛 静缘无好处啊 佛号一扫过啊 我们通通啊 净土违规 不管遇到任何顺境 逆境 善缘 恶缘啊 都是提醒我 赶快念佛 任何境界 都是提醒我们 求生净土 那你就不会被他影响起烦恼了 像今天多伦多天气很热 流了不少汗 还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无事实寒暑 属于敏之意 这个陈德 前几天在温哥华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是包得久久的 因为那个都是早上五点 比较早啊 结果 不知道这个 变化这么快 我带的都是冬天的衣服 到了这里被夏天了 没衣服可以换 所以还是到极乐世界比较自在 诗一以得一 诗死得死 要去哪 一念请 偏游十方佛果 所以在那里等车子的时候 也不要生气 边等 就是提醒我 一定要往生 才能有神足通 通通在提醒我们 念佛求生净土 我们在期间 就不会生烦恼了 那自己不被境界转了 藏宝一个 欢喜心 平常心 哇 这个人顺境逆境 都不生气了 哇 你的亲戚朋友会很好奇的 他可能就会来给你请教了 现在这个社会啊 个人呢 心有千千结 包含我们学佛的人 为什么 假如没有学进去呀 那本来的执着 没有去掉 学了佛之后 还增加了新的执着 所以有可能他 他眉头伸索啊 不会输给没学佛的人 所以个人 心有千千结 家庭呢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所以假如 你跟你的家庭啊 都是笑容满面 家庭和合啊 我看就会有人来请教你 所以 假如还没有人来请教我们 我们要反省反省 可能我们没有展现法喜 给人家看了 那天遇到一个同修啊 他说 他们 有一个学佛的团体啊 结果 有一些新来学的人呢 这些新的同修家庭啊 蛮和乐的 结果竟然学佛啊 一看呢 我们这些已经学很久的 家里面都冲突啊 不和 后来他们不敢学了 我说学佛都学成这样 那我们别学了 后来这个朋友啊 他提了一点 他说因为我们学啊 忽略了敦伦净分了 大乘佛法 广度众生啊 他要建立在 世间 伦场的基础上啊 不然他没有办法教化大众的 就像大学告诉我们的 其家不可教 而能教人者 无知 社会大众没有办法认可的 那他这个领会啊 说实在的 祖师有没有提醒过我们 有啊 印光祖师 在文操里面 提了好多遍 尤其对在家人 提醒要敦伦净分 那李秉兰老师 又怕我们忽略了这一点 提醒白意学佛 不理事法 必须敦伦净分 处世不忘菩提 代表修行不能忘了菩提心 要在行解相应 又把这个行啊 调到解前面去了 你看我们这些祖师 都提醒我们重点啊 我们不能挑着学啊 一而再再而三提醒的重点 我们得重视下来啊 那 师长提到 只要我们能做得了主宰 不必离开社会 不必离开大众 做得了主啊 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 就在这个社会里面 成就自己的道业 坚定自己的信愿持明 所以这一句 坚定自己的信愿持明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你接触一切 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 你都跟求生净土连结了 他就在提醒我们了 信愿持明 吃饭的时候 哎呀 吃饭真麻烦啊 一天 吃两餐三餐吃下来啊 要花多少时间了 一两个小时 跑不掉 在吃饭的时候 感恩心吃啊 不能是个菩提心啊 吃饭的时候 提醒自己 吃饭真不容易啊 真辛苦啊 往生就不用吃饭了 洗澡 洗澡也用菩提心洗啊 哎呀 恶臭不净 无可乐者啊 一致决断 洗除心垢啊 我一定要换一个清晰之身 无疾之体啊 换一个跟阿弥陀佛一样的身体 我们在这些静缘当中 我们在这些静缘当中 都是念求生净土 没有往事菩提心的 所以下一次我们遇到 不管是什么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 要提醒自己 是来提醒我求生净土的 你看 转个念了 可能当下很烦恼啊 就变成菩提心了 因为他在劝我 不要留恋世间 要求生净土了 事实上 我们修行 我们要了解 境界没有问题 境界没有障碍 所以华言 也在给我们彰显这个真相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啊 佛陀就在给我们表演 所以他遇到忍辱先人 对世间的人来讲 那是晴天霹雳的境界了 但是 他老人家变成 快速提升的真相远 没有障碍 那这一点 师长老人家也表演给我们看了 看得懂是善根 效法是福德 所以明明境界 就是事实外 我们不要跟自己过不去 所以师长的莫宝写了四句 日日是好日 时时是好事 人人是好人 时事是好事 我们这一瓶经快结束了 我们待会结束完 假如大家现在遇到的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 还是卡得很厉害 而且卡了一两个月 我们再来探讨一下 真听老人言 幸福在眼前 我们最近在探讨这个主题 其实就是一个念头 能转得过来 烦恼就是菩提 危机就是转机 所以 师父讲经的时候 我常说你会吗 会不会转念 就像 比方说一提到家庭 哎呀 就在那摇头 转个念 家庭就是道场 每个家人都是来成就我了 那你一下转个念 你就变善才童子了 善才童子 每遇到一个人 一个境 他就提升上去了 所以家庭是道场 团体是道场 那就是在 社会里面 成就自己的道业了 所以六祖大师提醒我们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绝 离世密菩提 犹如寻吐角了 没法修了 所以实在讲 根本没有四出四法 只有绝迷 绝了 无有一法 不是佛法 迷了 那华严经 无量寿经 也都变成 世间法 因为贪着了 比方说我们先讲一句 为诸数类 做不请之有 这是无量寿经的经据 可是我们假如 本来性格就冲动 看到这一句 更冲 做不请之有 冲啊 然后都把人家吓坏了 那个念佛的又来了 我们先走了 这太搬远了 给人家压力了 所以 师长提醒我们 佛法是教我们放下贪 放下习气 不是换对象继续贪 不是换对象 习气更增长 比方说本来就冲动的人 你不能换对象更冲动 所以这个观心为要 修行从根本修 从起心动念处修 要实施观照这个念头 在境界当中啊 要觉 觉 会看到自己的心 对不对 觉 会感受到别人的心 我现在讲 我能感觉到他有压力了 不能攀远 觉性啊 是本有的 可是呢 我们只要一有执着点 这个觉性啊 就受到一定的影响 所以修行啊 要改性格啊 大家看我的身材啊 应该看得出我的性格 以打篮球来讲呢 我适合打前锋 冲在前面 讲话都很快啊 很着急啊 你看小时候 甚至于十几岁了 磕磕碰碰很多 心浮躁嘛 常常就会撞到冬 撞到西了 所以修行人 不能小看 每天发生的事情啊 那都是我们心 在起作用啊 所以 很幸运啊 遇到师长老人家 听他老人家讲经啊 一开始的时候啊 我觉得挺慢的 听的时候啊 心脏都有点加速 但是觉得老人家 讲得很有道理啊 还是很想听 慢慢听多了 这个速度啊 慢慢熟悉了 反而在他老人家的音声当中啊 这个急的心啊 比较缓下来了 所以说话也是修行 所以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 说话也是修行啊 每一个动作都是修行 全修在性 借由一言一行 都是来修这一颗心啊 所以凡道至重且疏 不及及 不模糊啊 也是调这个浮躁的心 走路也是修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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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一迷陀啊 念念相窜 即是佛 不从容 走路不要着急 这个都是在修身 修行 所以古人这句话 我们不能忽略啊 唯学第一功夫 要详得浮躁之气定 心定得下来啊 才不会被境界转 不然呢 现在整个社会的氛围啊 都是比较着急的 你自己没有 关照自己啊 很容易就被整个 社会的氛围啊 影响了 也跟着着急起来了 以前呢 听师长讲 他当时候刚出家在灵济市 他在那里扫地啊 来了几个大学生呢 而且是台湾大学的 师长说啊 看他们在那里言谈说 没有受过教育啊 这个故事听过了 后来读 《圣学根之根》呢 读了第一句话 一切严动 都要安详啊 你看人家这个鸟叫声都这么安详 比我们人安详多了 都听听大自然的鸟声 水声 心就容易静下来 哇 这个鸟也太会配合了 这个青人三铁 这个青人其中一个 接庆大自然 也是青人 所以看到 看到 圣学根之根 第一句啊 反省了 自己没有受过教育啊 一切严动都要安详啊 也想哎呀我假如这一句没做到 就是圣学根之根 第一句都还没扎根啊 时差 久错 只为慌张啊 我们现在每一天 有没有 差错的事情 有没有从这个 差错的事当中 一直在提醒自己 不能慌 不能紧张 力士练心啊 这个心有没有 从每天发生的事里面 更能反省啊 更能绝躁啊 这修行人 警觉性要高啊 不能每天过去的稀里糊涂的 有没有 越来越不烦躁了 有没有 越来越有定力了 有没有心地 越来越柔软了 修行就是修心了 心在何处啊 心在我们每天 人与人的作用上啊 讲话有没有 越来越定了 有没有 越能替人考虑了 设想了 有没有 越真诚了 有没有 越亲近了 有没有 越平等 越理智 越正觉了 越慈悲 其能想 所以其实这个觉性是本有的 主要是它有障碍 但以妄想执着 不能正德 所以佛法是内学啊 是项链 我们看到我们有哪一些 执着点 要把它放下 就像我们看到这一句 为诸树类 做不情之勇 那就是要去帮助他人 不能冲动 帮助他人呢 也要因缘成熟啊 不能学着这一句呢 另外一句忘了 做不情之友 学成攀缘了 那也不对啊 我法是缘了 帮人 让他信任我们 这个是前提哦 君子信而后见 他信任你 你才好劝谐他 那我们今天要想想 亲戚朋友 信任我了没有 我确实想利益他 但是我确实很冷静的 不是冲动的 知所先后 则尽道矣啊 好 那他要信任我 我才好劝他 信任是先 劝他是后 所以大学那一句 君子有诸己 而后求诸人 经句里面都有 知所先后 无诸己 而后非诸人 尤其我们要劝人家 改掉坏习惯 比方说我要劝他 你脾气不要那么大 那铁定啊 他要觉得我脾气很好啊 假如他也觉得我脾气不好啊 我一要劝他呢 他心里很自然就抵触了 他一听 你还讲我呢 我没说你就很好了 你还讲我 这个也是人之常情的 所以你真的有立重的心啊 你那个心很强 有一种愿力在 你就很愿意改自己了 为什么叫为母则强 因为他那个 我要去利益 我的孩子的心很强 所以本来落不经风 一下子变成 大律师 他那个也是念头啊 所以无诸己 而后非诸人 真正有立重的心啊 他那个 改自己的个性的 力道就会很强 而且啊 纵使别人 纵使别人信任他了 他的言语 他的做法 也是 长存 严以律己 宽以律己 宽以待人啊 像 师长老人家 讲经的时候 有提到啊 你真正 心念都能保持正念了 身体会越来越好 因为物质啊 是念头相续 产生的像 所以物质是精神 他没有人求慰 他对自己 言语律己啊 他对别人是宽以待人 所以我们学老人家 老人家理 讲得很透彻 但他理啊 是言语律己啊 但是他宽以待人 他持戒很严 持自己的心地戒 你看他老人家 非常温和 一切众生清静了 如木春风 他是宽以待人 但是他对自己很严格的 这个 每一次 有来宾来了 就是要交代 人家的背景是什么 他都要了解 他都要做准备的 礼敬诸佛 对人都很恭敬 不清后学啊 所以这个 忠述存心啊 重要了 所以我们是很冷静的 面对因缘 很清楚的 去 为诸树类 做不清之有啊 所以师长提到说 修行是 面对境界 要清楚 清楚怎么 应对 进退 那这里也有提到 够了 面对现在人 这四个小册子 够了 认识佛教 建立啊 修学的正知正见 三归一 让他知道是归一自信 觉正经啊 我学错了 还有 了凡世训 师长这里是讲 无量寿经 静忠招募客颂本 那 陈德想说 加一个了凡世训 因为现在啊 我们感觉 这个时代的业力 越来越强 就像年轻人 他要去组一个家庭 他心里想 哇 车子 房子 我以后生孩子 教育费用 哇 几座 大山啊 压境啊 他假如不了解 命由我做 扶自己求啊 我都感觉 他们的压力会挺大的 所以 所以辽凡世训 让他了解 秘密是在自己的手上 而且 辽凡世训的讲理 讲得非常透彻清楚 怎么牵善 怎么改股 而且最后还 那我们怎么保持 牵挂 六窑 写几人 那这个招募课颂本呢 很好 早上 第六瓶 那我们 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 晚上 三十二到三十七瓶 教我们持五戒啊 其实也教我们 敦伦敬奋啊 世间人民父子兄弟 夫妇亲属 当相敬爱 无相争及 有物相通 无德迁徙 教我们 沦场的相处啊 那 这个 课颂本呢 假如大家的时间 还 还够的话呢 可以再加这个 静修 解药 真的五经一论的精华 都在里面啊 甚至于是禅宗 密宗啊 都在里面啊 都是心法 大家常常 每一天都可以持诵啊 真的可以做到 遇到一切境界啊 提醒自己啊 求神 一心观礼 圆满 圆满 所居之处 永无重苦 诛难 恶趣 磨脑之名 一无事实 还属 余女之义 你看到这些 世纪啊 早晚变化 都是在劝我们 去极乐世界吧 所以这个念求神净土 净土为规啊 持戒为本 我们这个定课里面呢 都把偶尔大师 这几个重点 找到了 关心为要啊 这些的念头 有没有效法 阿弥陀佛啊 于无量节 积职德行啊 有没有效法 释迦牟尼佛 一心观礼 说婆教主 心大悲 名有情 眼词便受罚眼 度恶趣开善门 宣说异行 难信之法 当来一切寒灵 皆以此法 而得度脱 所以我们的心 要效法佛陀 学佛啊 是心去做佛 所以这个课颂本 也是观心为要啊 善有为一 我们效法佛陀 我们效法诸大菩萨 西方极乐世界 诸上善人 拜观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普乾菩萨 文殊菩萨 弥勒菩萨 这些通通都是善有 唯一啊 所以这课颂本呢 很圆满 够了 我们就可以自度度他了 我们扎好三根 一步无量寿经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而且这个三根一直深入啊 越学越有味道 就像无量寿经啊 也是越学越有味道啊 我们越学啊 哇 这一品经好像讲不完啊 好 今天一定要讲完啊 那 接着 我们 虞猪树类啊 为树树类做不请之由 受此如来 圣身法葬啊 这个很重要啊 我们要去帮人的时候啊 可能我们的一些烦恼习系啊 会快要冒出来了 这个说一下 阿弥陀佛 不怕念起 只怕绝齿 在劝家里人的时候 劝的劝的 他不是很能接受 自己也有种动火气的 阿弥陀佛 受此如来 圣身法诚 六字统色万法 深深唤醒自己 都能动残身痴 要动绝症境 所以这个受持啊 接受并保持啊 能够念之在之 能够啊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身佛 当然啊 大家也不能执着在文字上 这个少说一句话呢 是 对自己对别人没帮助的话 少说啦 其实啊 话多啊 我们一观照啊 也是 心啊 不定 太浮躁啊 话才会多 心定下来 话不会多 所以假如 我们自己话很多啊 得要 观心 为要 我是在担心啥 人一担心了 就会急了 佛法是内学 往内观 所以少说一句 废话 不是不讲话 这一句话可以让人让人家觉悟了 那不讲是不慈悲了 所以是用真心去讲话 那讲话就是功德 生活是功德 工作是功德 应酬是功德 应酬是念佛 说话是念佛 为什么 用真心 念佛 这个念字怎么写啊 精心啊 心上真有佛啊 所以这个少说一句话 不是叫我们不说话 少说 废话 多念一身佛 打得念头死啊 这些妄念 不起来 心越来越清净了 虚如 法身 火 我们本有的清净法身 慢慢可以现前 这个绝名妙行菩萨 离我们很近啊 清朝 从极乐世界来点化我们的菩萨 他还有另外一句法语啊 也都可以诠释这个 受此如来甚深法长 他老人家说了 阿弥陀一句 万法之种词 万法都在其中啊 身与心相依 念得清楚 听得清楚 耳根一射住了 其他的五根呢 就不容易起来 都射六根了 靠的就是这个耳朵专心听 因为我们这个说国界 耳朵最厉害啊 你看着呢 看前面呢 耳可以听八方啊 甚至隔墙还有 挺厉害的 此方真教体 清静在英文 我自己也有认真去观察过 看一段 看一段 师长的教会 跟用听的呢 听的效果比较好 当然每一个人不一定一样啊 这个不勉强啊 比较普遍的耳朵比较利 所以那波金机啊 挺好的 用听的 我们现在办公啊 也要看荧幕 看荧幕的时间太多了 会伤肝呢 看着看着眼睛都有点 色了 累了 所以不能灭在这个眼睛 理静诸佛 眼睛也是诸佛 也不能虐待这个身体 所以让眼睛休息一下 可以多用一下耳朵 这个阿弥陀一句万法之种词 身与心相依 念之负在之 感应不失意啊 连开七宝池 大家听到 绝命妙行菩萨这一段法语 你的脑 你的脑海里面浮现一个景象 感应不失意啊 鸿鸿鸿正张自信 净土方显为心啊 你这一句佛号一念啊 极乐世界那个写的你的名字的莲花 越开越大了 念一声阿弥陀佛 感应不失意啊 极乐世界呢 所有的环境都是没有变的 就是那莲花会变的 假如你觉得 我怎么提不起佛号 你就关起来 那个鸿鸿鸿哼哭掉了 不行 感应不失意啊 要念之在之啊 这句佛号是救命稻草啊 没有这句佛号 我们出不去轮回了 能有这种感悟啊 真的是末法时期 异议人修行 喊一得道 唯一念佛得度生死 真看清楚这个真相了 每一句佛号啊 都有对阿弥陀佛 救命之恩的感谢 而他老人家发四十八愿 就是主要是为了 救我们这些 靠自己出不去轮回的众生啊 所以不能辜负他老人家 发的大愿啊 无量节积职德行啊 成就的这句万德鸿鸣啊 就是为自己的 念 释迦牟尼佛的恩 念阿弥陀佛的恩 那护佛种姓 常死不绝 首先要护自己啊 贤护 菩萨 护自己 其实护了自己啊 圣迹化人 至他不饿啊 那师长在这里啊 提到了 佛种姓就是佛性 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有佛性啊 必定祝福 师长这句法语啊 给我们透的心境 就是一个修行的人呢 一定要对这个真相不怀疑 众生 众生都有佛性 我们就真的愿意啊 做众生不情之有了 真的 众生造业 你不止不会生气啊 你会联系他 他是佛呢 怎么继续这样堕落 不忍心呢 就好像一个人家里是 底下都是黄金的矿山 结果他现在去做乞丐了 你会怎么做啊 你不会去挖他们家的金矿吧 你家也是金矿 是不用去挖他的 你不愿意看人家 在那里作见自己 但是前提是什么 相信这个真相 所以释迦牟尼佛 开悟第一句话 重要哦 他49年所说一切经教 都在诠释他开悟的这句话 49年一切法词 从这一句流出来了 又回归到这一句了 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 智慧得下 我们相信这一句了 就很愿意 护佛种姓 长死不绝 这一句话还教我们怎么护啊 因为众生的病是 但以妄想执着 不能振得 那就是帮助他 放下妄想分别之中 这一句法语厉害吧 可是我们要帮他放下呢 我们自己得先放下 你看 这个警觉我们 自己先放下 比较重要 比救护车还要着急 不要着急别人 有没有方向 要先着急自己 我们现在该急的不急 不该急的很急 最该急的就是提升自己 结果我们一着急了 根本就提升不了自己了 所以师长这里讲了 怎么护持众生呢 劝导他 尊修三福六合六度 这个代表劝众生 让他掌握刚灵 这样他修行就能刚举目章 我们也见过学佛的人 学了五年十年了 不得其门而入 学得有点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所以我们看师长 三规一正 就写着他老人家的一段法语 修学的基础是三福 基础是三福 这都有处处的 三世诸佛 敬业正因 你不这么修 成就不了了 尤其三福的第一福 师长为什么强调扎三根 因为第一福是善男子善女人的基础 具体落实 孝养父母 奉仕师长 落实在地主规 慈心不杀 落实在太上感应片 修十善业 落实在十善业道经 刚好都是鲁士道 最重要的基础经典 根深蒂固 才能够知凡夜貌 所以四十九年一切经教 师长慈悲 把纲领给我们抓出来 让我们心有根本 行有根本 心不离真心 那真心怎么去体会啊 老人家讲到了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我只要用这五星观照 我的心就不会偏了 行呢 三福 六合 三学 六度 复贤十愿 六合啊 待人依六合啊 这一次 这一次 挺巧 其实啊 世间啊 没有一件是巧的事情 都有他的因缘 发展来了 所以这一次啊 这个我们同修 接待陈德啊 结果给我准备了房间 就挂了一幅 老和尚的墨宝 静和同窃 戒和同修 深和同住 口和无真 义和同愿 所以我躺下去就看着市长 六合静 结果呢 他们一家子 来跟陈德 结缘 结果一来 一个小朋友 才五岁啊 他就看着我开始念 仪者 见何同窃 给我念六合静 刚好他们老师前两天 刚教的 我说这也太巧了吧 所以这个 这个佛菩萨 在点画我啊 透过市长的末宝 透过一个小朋友提醒 要修六合 不修六合啊 家庭和和乐不了 家庭也要静和同姐啊 不静和同姐 你的孩子就 到底听爸来听妈 团体也是一样啊 哎呀静和同姐 不然到底听哪一个领导的 就麻烦了 静和同姐 怎么修啊 放下自己的想法看法 放下自己的沉见 随顺经典 随顺师长的教会 就能静和同姐 但是都不能要求别人啊 静和六合 也要 存忠述之道 来做 不然又学颠倒了 你没有 守六合 你没有修三幅 忠述 离我一道不远 不能离了这个忠述的存心了 所以师长把新闻的纲领给我们 掌握出来了 所以跟着明师授戒 少走很多弯路啊 三福六合 三学六度 普贤十愿 生活工作处事就是六度 就是普贤十愿 我们要举一反三哦 师长有一个专题 可以再发给大家 学习一下 家庭祖父 如何行 菩萨道 有些 我们 静中的团体 很用心啊 把这一段开示的 跟三规一合在一起 所以 生活就是六度 就是 土贤十愿 我们每一天 礼敬 家人 真的都相信了 他们有如来的智慧得相 互佛种姓 常始不绝 礼敬诸佛 人家 优点 善根出来了 称赞如来 每天有机会 服务他们 广修供养 家里发生什么事了 自己先 道歉 忏悔业障 比方说你的 这个 先生 这个出门去了 手提包没有拿 又回来 你看到了 哎呀 对不起 我忘了 多提醒你一句了 还是你看他一回来 你忘性这么大 你看他感觉一不一样 你先生可能会觉得 哇跟你好像也没关系 你都道歉了 有关系呀 我再提醒一句呀 可能先生就不会忘了 不要太急教了 要学吃亏 修行的 首先呢 学吃亏 想一想 哎 这件事 假如我有 再提醒了什么 可能他就不会发生了 忏悔业障 可以下到这个功夫啊 你家里的人都被你感动了 贤人真罪啊 愚人真理啊 家庭 不是 真道理 讲道理的地方 所以各自则天清地年 各相则就天翻地覆了 好 所以我们 互念 有缘的人 不管是家人 朋友 我们要用 深教 要用 静教 这个家 这个团体 无形的氛围啊 我们要把它经营出来 像团体里面 大家都很主动付出啊 特别好 年轻的孩子来了 他就在这个氛围之内 熏陶了 他也很主动 都没人讲 他就去帮忙啊 静教 有一些机会点出现了 我们又有身教 为基础了 就可以言教 这就菩萨士德了 威夷住持有则德 是身教 柔和直指摄身德 是言教 随缘妙用无方德 为什么能妙 就是没有被境界影响 没有深烦恼 于一切万法 随意自在 这个就是随缘妙用 心没有动 随这个缘 提起真心 互念自己 互念他 所以佛法都用在当下 接着心大悲 明有情 所以 慈悲为本 慈悲心 是我们 起心动念 一言一行的 动力所在 就像接下来 讲到的 愚珠众生 示弱自己啊 佛法难遇啊 而佛法 他究竟的道理啊 我们人用自己的意识心啊 没办法想出来的 佛入了境界 把这个真相告诉你们 我们能用真相来生活 那不得了 这个人就是行菩萨道了 真相是什么 一切众生啊 跟我是一体 那这个我们用想的 想不出来 这是佛的圣言量 那佛是真语者 实语者 我们不怀疑 而且佛还告诉我们 宇宙怎么来的 是我们一念心变现的 他通通是自己啊 所以什么是正德法身呢 就是他明白 他承认 他契入了 一切法 都是我的身 叫法身啊 众生就是我 那师长讲习的时候 让我们去体会啊 众生跟我们是一体啊 就像这个身体 你左手受伤啊 右手很自然的 就是帮助他 没有条件的 这个是用身体啊 来比喻的 我们进一步比喻 父母把孩子视为一体 你看孩子生病了 父母比孩子还着急 哦 你看那个孩子半夜发烧了 哇 那个母亲 背着孩子 以最快的速度啊 赶到医院去了 哦 后来 孩子接受治疗了 他喘一口气啊 一看 自己连鞋子都没穿 就冲出来啊 哇 你看这个就是母亲的精神啊 所以佛在 认言经 大师是菩萨念佛 原同章啊 就是以这个来比喻 佛菩萨对我们的心啊 如母一致啊 把孩子 看作跟自己是一体的啊 甚至比自己的生命啊 还重要 所以亲大悲 民有情啊 年名有情众生啊 其实现在最重要的是觉悟啊 众生不觉悟啊 真的是越活越痛苦了 二十一世纪最严重的病 是忧郁症的 我们也要 有洞察 基先的能力 要反伪杜剑 昨天听我们 一位老师 他教 五六岁的孩子 这个孩子一来啊 有情绪 他就会表现出来了 因为 这一段时间 甚至只是昨天 父母用情绪来对待他 他得发出来啊 所以是这些情绪啊 没有办法抒发 唧唧唧唧唧唧到最后 就变得那么严重的病了 所以说实在的 假如说我们亲戚朋友里面 真的有人 有忧郁的状态 有忧郁的状况啊 我们失职啊 那很可能三年五年呢 就有迹象在他的脸上出现了 那我们太不关心我们的亲戚朋友了 那很可能是我们呢 自己也太忙了 整个心好像每天就被生活推着走 自己心没有静下来也不容易感受到了 所以明有情啊 我自己啊 人生走过了二十多年 身心也有很多苦啊 求学过程当中也有很多苦闷啊 所以我自己从事教育工作了 我也是期许自己啊 我以前受的苦 我不能让我的学生再受了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良知啊 对啊 我们自己的人 检讨检讨 然后再看看这个社会的未来 我们要替我们的父母 另一半还有下一代着想啊 我们要赶快提升有智慧啊 帮得上他们啊 明有情啊 真的我们去思考啊 以后我们的小孩面对的是怎样的社会啊 他能不能 不生烦恼 不落在痛苦 不堕落 而且他还能够行菩萨道 哇 你能这么考虑啊 你现在一分一秒 你不会大不了 因为我还要做他的身教 我要以身作则啊 人 有种使命感提起来 整记负荷 接度彼岸 这个整记负荷就是一种责任 使命感 明有情啊 眼持变 你看这经句每一句都在提醒我们 言 代表我们自己要先做啊 身教啊 这个变 他有什么疑惑 你可以给他讲清楚 我们自己现在心里有没有疑惑啊 那我们得先把自己的疑惑解掉 使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那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呢 第一任老师啊 而且是终身的老师啊 所以这经句啊 我们假如从身教 静教 言教 哇 这一句都很深哦 都很广哦 所以佛法 每一句经有无量意啊 你把他深入 你把他打开了 真的每一句 其身无敌啊 其广无边啊 你的心境提升了 你的领悟就越深越广 但是怎么提升 放下吸气 放下执着 心境自然就提升了 眼词变 你都给他讲清楚了 甚至一样都给他表演的让他觉得 哦 马原来你做的就是佛法 爸你做的就是佛法 度恶趣 恶趣啊 就是不要造 度恶趣是不造六道的这些恶因 杜绝掉了 早上跟一个同修在交流 他就提到 孩子小时候你教他经典 真的跟一般小孩不一样 他有这个基础 他会判断 他没有这个基础啊 他一跟一般的孩子一接触 人家讲脏话就是跟着讲脏话 人家在那里吵闹 他一下就被带走了 所以这个度恶趣啊 还得趁早啊 少臣若天性啊 习惯承自然 当然有开始就不会嫌弯 哪怕都是成人啊 亡羊补牢啊 游位玩矣啊 但是越小越好啊 其实还没出社会以前呢 染污都有先 都要掌握 十节因缘啊 鸡不可思 食不再来 掌握因缘 心大被名有情 眼词便受发言 度恶趣 他不中那个 三恶道的恶婴呢 他不会赶那个国了 度恶趣呢 开善门 这个善门啊 不能定位在三善道 要定位在至善之门 西方极乐世界 十大愿王 他倒归极乐 最善的门啊 所以这个是成佛的法门 当身成佛的法门 都要把他回向求生净土 我们行善呢 只要求果报了 就出不了轮回了 行善不一定在三善道受身了 但是一个有求果报的心啊 你所做的一切功德就翻转成轮回福报 你们在西方社会就感受到了 养狗的很多啊 你看那个狗不一般啊 他的福报我觉得 比我们好啊 你看人家去 去公园都是幽灾幽灾的 我们一边一边散步 一边头还滴滴的在那里 烦恼 但是他是到出生道具小福了 我们不搞轮回了 所有善根 星星回向 怨生净土世界 所以开成佛的法门啊 开善门 所以 愚住众生 示弱自己啊 我们既然已经学佛了 就要用释迦牟尼佛 告诉我们的宇宙真相来生活 我不能明白了宇宙真相 还要继续用我们错误的想法看法去生活 那不是跟自己的法生会命过不去了吗 不是糟蹋了自己 无量节来西游难逢之一日了吗 不能把无量节来积累的善根福德应缘 你把他给招弹掉了 那我们明白了 众生跟我是一体了 用愚住众生 失落自己的心 来对待 众生 尤其师长还提醒我们呢 地藏菩萨本愿经 地藏菩萨是 地狱不空 是不成佛 众生度尽方正菩提 先帮助众生 尽方 这样的大愿情 众生无边是愿度 我们修行人呢 要记得师父的教导 菩萨表修德 我们要照着菩萨给我们的教诲 跟榜样来修行 所以我们也要 像地藏菩萨一样 地狱不空 是不成佛 像李秉兰老师一样 但能光照圆 不惜至焚身呢 用这样的心境 帮助众生 而且啊 整季附和 接渡彼岸 帮到 他了多生死 好人做到底 送佛 送到西啊 那西获诸佛 无量功德 你看帮到 让众生啊 通通通都能得到像佛一样 圆满的功德 只要你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他 肯念佛了 真的是西获诸佛 无量功德 老实持名 全摄阿弥陀佛的功德 为自己的功德 而且他能智慧圣明 什么时候礼仪性不乱 差不多四十岁了 就礼仪性不乱了 建法生啊 智慧圣明不可思议的 他老人家也有透出来啊 他说他什么都知道啊 这句话没有录这个境界 讲出来会多阿弥陀佛的 他没有录这个境界 那是大妄语 他什么都知道 但是他的老师说 不能乱说 不能说 他的老师也是入境界了 早就已经看到了 然后提醒他 你就念 明白了 不能乱说 那个明白了就是 自信现前了 所以我们也很幸运了 为什么说 海贤牢上 那个光碟看一遍 因为那一遍呢 是无量寿经的总结 他把它演出来了 他把它用出来 佛菩萨给我们表演了 都是我们做得到的啊 我们要相信 他是演给我看的 他不会演我做不到的 因为他是应激说法吧 他一演我们做不到 那就不叫应激了 所以如是等诸大菩萨 无量无边 一时来即 所以我们也感谢这些无量无边的 佛菩萨来庄严这个法会 所以为什么讲这一部经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 有瑞相稀有啊 都有这些无量无边的菩萨来加持 来做影响重啊 其实我每一次都蛮期待 跟大家一起交流 无量寿经啊 会感觉那个加持力特别大 所以念到这一句也有点感受 无量无边 如是等诸大菩萨 无量无边一时来即 他们会去扶持三千年前 佛在灵旧山 讲这一部经 那三千年后会不会扶持啊 我们要理解他们的心啊 他们是同体大悲啊 宣说这个当生成就的法门 他们的心就是希望众生赶快成佛啊 所以一念都能招感 常驻三宝啊 容天无法 又有比丘尼五百人 亲信世七千人 亲信女五百人 那这样看得到的现场的大众 加起来有两万人 所以这个两万人呢 是这个跟华言法华这种同级别的姻缘 甚至于这一部经是华言奥仗 法华秘水啊 是华言法华的精髓 在这一部经当中呢 所以这个法会磁场不一样 所以欲戒天 欲戒六层天 藤天 色戒天 十八层天 那无色戒是没有形象的 看不到 看不到 所以诸天 犯众 这些天人 也都来庄言道场 习共大会 好 这一品经啊 跟大家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我们呢 下一堂课 欢迎大家呢 就我们前面 尤其这第二品经啊 的学习 的心得 大家可以来做一个交流 好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importanc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